血壓,我們說整個人體內的代謝 細胞的代謝慢了 排慢了,這樣引起高了 有相關的 所以現在體驗中看到有些人 為何血糖高,血壓又高 尿酸又高,膽固醇又高 這些幾個膏是有關聯的 我想問一下 是否尿酸高一定會造成痛風 這樣就不一定 尿酸高,為何我們現在發現 以來越多人 譬如說有些行業,壓力很大 經常直夜班,或者吃東西不注意 這些人在看檢驗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行業看到有30%左右的人 血尿酸是高的,在看檢驗的時候 但並不是30%的人都會引起痛風 血尿酸高度到了痛風 大概5%至10%的人 譬如說有10個人之中 可能一至兩個人會產生痛風 但這種痛風又有時間 譬如說痛風發生的紀律 還有等到可能有些10年 有些20年,甚至30年 再引起痛風 其實尿酸高度,潛伏著 刺激它,可能就會痛風 其實我想問院長 有些朋友說 其實你的人的尿酸高 中醫就說濕氣很重 其實你有時就算不引發痛風 也會引起風濕關節痛 其實這個有否關係呢 痛風就是因為尿酸高 尿酸高之後 引起沉積在關節,在骨膜上 慢慢引起的嚴正反應 叫做痛風 這個痛風跟剛才提到的 另外一種關節炎 它不一樣 為甚麼叫做痛風 好像風那麼快呢 譬如說吃了大餐 在馬上睡覺 突然間一隻關節 尤其在腳趾弓 大腳趾弓會引起紅腫熱痛 痛得很厲害,叫劇痛 好像風那麼快 這種痛痛之後 另外一種 譬如說風濕性關節炎 或者有些人叫淚風濕性關節炎 或者是年紀大 叫做退行性病變 它不一樣 最特點就是大腳趾弓 當然它慢慢發作 可以到懷關節 或者是兩個關節 或是一身關節 都有這種可能 跟其他關節炎不一樣 首先痛風是由腳趾弓開始 或者慢慢激勵後 大多數都是這樣 大多數 這個很有特色 如果多數我們看到 突然間腳趾弓的位置 紅腫熱痛痛得相當厲害 劇痛,紅腫熱痛 這個就是痛風的特色 但是我看到有些人痛風 是膝蓋疼痛 那些是屬於痛風 也有 我們稱為 不像風濕性關節炎 它有些多發性、對情性 它的特點就是某一個關節 比如剛才提到 可能大腳趾 另外懷關節 或者是膝蓋關節 有些人就手腕 單發,突然之間出現 那一旦痛起上來 怎樣止痛呢 一般如果這樣 診斷是痛風 我們都是建議 這種痛風 或者擠壓到 我們醫院的專科門診 因為專科門診 有些專門有個疼痛門診 或者是內反鼻專科 痛起上來一定要止痛 因為它不止痛的話 它都會嚴正反應 越來越重 會加重 所以會引起急性的時候 不控制 反覆覆損傷了骨 或者關節 所以一定要止痛 作為首要的條件 有些朋友 譬如在國外出差 突然發作 或者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沒有辦到醫院 那自己有甚麼辦法 可以幫忙緩解 如果是有些痛風 經常會發作的 那些你垂身要攜帶 就是止痛藥 用止痛藥 痛起來就要止痛藥 如果不是痛起來 很難 解決痛會 嚴正反應會越來越重 所以一定要用止痛藥 我見過有一個人 很大顆很有錢的 痛到去北京開會 要穿一雙拖鞋 沒有辦法 在北京那裡 那個人說 又不能去醫院 夾著開會 就找些冰水 跟它敷 敷著 敷著它 敷敷到紅腫退了 有點消除 對,消除了 慢慢用和暖水來泡分一腳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個叫做愛治法 叫做物理治療 所以紅腫熱痛 急性發作的時候 就是嚴正反應很重 所以用冰敷抑制了嚴正反應 在止痛的作用 我聽到有些人 包括我家人都會這樣 他們經常痛風 就會馬上去止痛 止痛之後 沒事 吃兩粒乳酸 就搞定 然後就不理它 其實這種處理方式 是否正確 這個叫治標 就沒有治到本 就是 痛被你止了 但是 它的尿酸高 很高的血尿酸 你不把它降低下來 如果不降低下來 一樣會刺激的關節 嚴正反應在這裡繼續 只會你沒有感覺痛而已 所以這種情況 我們說 指標和標本一起結合治療師 高尿酸血症 是引起痛風的主要原因 痛風一般發作的部位 為大拇指關節、膝關節等 發作部位會出現 紅、腫、熱、劇烈疼痛 一般都在止夜發作 如果發作的起床 急性的止痛方式 就是吃止痛藥 或者用冰敷 但最重要的 還是要標本兼治 進行低飄餌飲食 將尿酸降低 不要捱東西 不要令自己壓力過大 接下來進入健康知識 考考你的環節 以下哪些食物的 飄零含量最高呢 A.番茄、豆苗、動物內臟 腦、黃豆、海鮮等 B.薯仔、海折皮、海芯、海大 大米、糯米、米粉、玉米 雞蛋、牛奶、瓜菜、水果 C.豆製品、豆類、菠菜、質魚、青魚 金槍魚、火腿、羊肉、雞肉等 C.紅酒、白酒、啤酒、老火湯水 A.D.C.D.C.D.C.也未必高 D.C.也很高 C.高 A.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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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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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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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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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人 就是年轻人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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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错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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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